上個禮拜主要重點就是 第一個 我們有抓取了台北市的開放平台上面的 零售市長行情部分 當然不是只有這個可以練習 其實你們可以在台北市或者是中央政府裡面 有太多太多可以練習的 而且甚至不是只有像這些資料 像還有很多很多相關資料 你們都可以拿來練習 主要的話我們常用的這種開放的資料格式 不外乎除了網頁之外 所以基本上我們後面會練習的 主要第一個是CSV 也就是如何把CSV的檔案抓取下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Json 然後第三個就是XML 你會發現在網路上其實最常用到這個題材 如果你懂得如何把這些檔案格式的資料 你要抓取下來 因為它一定放在網路上 放在網路上就意思就不是放在你的電腦上面 所以以前的做法都是你要點擊下載 下載再用F物件去open它 可是我們如果不要 我要直接去抓的話 第一個你需要去安裝一個叫request的這個模組 它這個模組的話我們只要有個方法叫.get get 裡面你就給它它的網址 它就會幫我把它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 前面就有一個物件 HTH叫HTML物件 它裡面有個屬性 你就點test 就是這個裡面的資料 這個資料有可能 預設的話 大部分預設是UTL8 跟F物件最大的 檔案物件最大不一樣 檔案物件是 用的是CP950 就是所謂的Big 5 OK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想要以這個來看 這個一定要加一個encoding等於CP950 因為零碩市場裡面應該是用類似Excel的檔 這個程式產生的 所以它裡面如果你用的編碼方式不正確會亂 我上禮拜有做的都會看 再來第一個就是把裡面的資料下載 它會是一個文字檔 OK 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牽涉到第二個 它這個資料下載下來 那我要怎麼切割 放到資料庫 因為理論上 好像還是放資料庫是最簡便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思考說 我要如何去把這個文字切割 所以因為這個request.get的物件 它下來就是整個這個一個字串 所以它不像說那個F物件裡面有那個realize的方法 可以先一行一行先幫你讀了 所以它變成要兩階段做這個文字的切割 第一個是切什麼 切換行 反斜線R、反斜線N 因為我前面講過微軟就是會多一個反斜線R 加一個反斜線N 切了 第二階段就再切切斗點 切完之後的話把它放在一個串列之後 分別把串列裡面的資料 逐一的寫入到資料庫 就是上個禮拜我們講的 OK 所以這個物件如果你假設不熟悉的話 請各位再找一些開放平台上面的資料 你都可以很輕鬆的把它抓下來 並且寫到資料庫 那表示你應該是學會的 OK 所以當然請各位列席試試看 除了零售市場的這個列席之外 啥啥看有沒有別的 其實網路上太多了 光台北政府有幾千種 中央政府有幾萬種 裡面的話太多了 像我要舉個例上切召案件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買房子在台北市 我希望避開那些雷區 就是治安最差的地方 那我怎麼知道哪邊治安最差 其實剛好台北市的警察局 它有把歷年來的失竊案件 通通都幫你把資料整理好了 通通都在它的開放平台上面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它抓起來統計一下 我上禮拜有show給各位看 其他的話呢 再來就是 怎麼樣呢 下載那個json跟sml 所以今天的話請各位呢 再開啟這個雲端白板的第六個單元 零六應該是零六零一這個地方 那先開啟這個 我們今天要來練習json檔案格式的下載 所以第一個上禮拜當然講 這邊我都講了一個excuse menu 這個excuse menu就是 批示寫入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練習看看 它主要重點就是說 如果你要用excuse menu的話 你在新增資料的時候 差別是一 裡面的話很簡單 如果你有幾個欄位 你就幾個問號 所以你不用管說 前後要不要加單一號的問題 不用 就說問號 第二個的話你必須要給它一個什麼呢 給它一個二維串列 什麼叫二維串列 就是把所有的串列 通通都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用所謂的excuse menu 做一次性的寫入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寫入的速度呢 會比你之前的一次一次寫入速度快 但如果講過啦 我試過大概可能差異比較大 可能要是超過十萬筆以上的這個資料 會感覺比較差 但如果你的筆數不多 這樣一兩萬筆 其實速度我算過好像差不了多少 所以它的優勢是在寫入大量資料的時候 而且如果有大量寫入資料的同學 不妨可以試試看excuse menu 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就再來看一下底下的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 下載三種格式這邊 就行政院的環保署的這個PM2.5的這個網站 裡面的話呢會有也是有三種格式 CSV、XM跟Jason 那我們今天的話先看這個Jason 格式 特別注意 這個Jason呢 他 裡面的話呢 他裡面的話呢 格式特別注意 比較特殊 所以我們要先分析它 然後再利用方法把資料把它抓到 也是一樣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環保署的官網 先了解一下這個Jason格式 這個Jason格式做完之後 總共下一個部分就是XML 所以你也可以把XML點擊 主要是這兩個 但是環保署的官網 有時候速度會比較慢一些些 所以你也許待會再把這個試試看 裡面的話就是記錄說 現在的空氣品質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